先来看两段舰载导弹垂直发射的视频 有没有看出啥区别来呢 前者是在发射筒里面先点燃发动机 然后再冲出来的 而后者是出了发射筒再点燃发动机的 所以他们一个叫做热发射 一个叫做冷发射 美国基本上都是热发射 俄罗斯则基本上都是冷发射 这两者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游和优劣 我们国家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又使用的哪种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先来说热发射 它也被叫做自立发射 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 这种发射就是靠导弹发动机点火之后产生的推力 来自己将自己送出去的 原理比较简单 所以发射筒的结构也比较简单 只是由于火焰一开始是在发射筒里面烧的 为了避免把大家闷熟 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排烟通道了 这个画面上在导弹还没有出来前 就已经垂直喷出来的火焰 就是发动机经过排烟道后 释放出来的火箭燃气了 你看它呈现出这么细长的一溜 是因为这个烟道是一个共用的烟道 它承担了一整排发射筒的排烟任务 除此以外好像也没啥好说的了 那么优点赞就是效率高 体积省中量清成本低 维护保养啥的也很方便了 所以美国人很惊讶 一早就开始使用这种热发射了 为什么俄罗斯不用呢 大概跟它的缺点有关 我查了一些资料 看了很多有趣的讨论 其中有一个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 那就是俄罗斯早期导弹的发动机 工作起来并不稳定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热发射的话 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是致命的 因为发射筒本身是没有动力的嘛 它就无法将出了问题的导弹给弹出去 只能任由它留在里面炸弹了 这多吓人啊 直接就把俄罗斯人劝退了 算了算了 你欧美胆大 你玩你玩 你们好好玩 我还是去搞冷发射吧 所以发射筒之身不带动力 勉强算是一个缺点吧 另外一个更为明显的缺点 其实是高温燃气 对导弹和舰体带来的影响了 你仔细看 导弹每一次穿上天的时候 都要被自己的烈焰从头到脚烧一遍 这不是也很危险吗 尤其是随着导弹越发越大 发动机喷出来的燃气越来越猛 它所带来的隐患也就越发明显了 再加上 由于用导弹发动机直接热发射 会在一开始用掉更多的燃料 这就损失了一定的射程嘛 所以有的导弹系统 还会在屁股上专门加一级起飞发动机的仓段 等于就是把发射筒 省下来的钱给装在导弹上了 此消彼长好像优势也并不是那么明显了 那咱们再来说说冷发射吧 冷发射又叫做外动力发射 它是通过发射筒底部的燃气发生器 产生出的高压燃气 推动气缸当中的活塞 拉起底部的提弹量将导弹给弹出去的 跟弹弓的原理简直一模一样区别之时 这是个要命的大弹弓 由于在这种发射过程当中 发射装置是需要承受住燃气发生器 所产生的高压的 所以对结构与材料的强度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跟热发射的排气恰恰相反 它必须要保持良好的气密性才行 再加上较为复杂的导气 活塞和提弹装置 就让冷发射的整体成本高上了许多 但换来的是安全性 由于导弹是在离开发射筒后 才点燃发动机的 就不会让舰体和导弹面临高温制烤的窘境 对于导弹本身的强度也要求较低了 也对导弹的气动外形改动的较小了 有利于保证导弹的飞行性能 同时若在发射过程当中 导弹遇到了一些意外 比如发动机意外点火 也可以通过外力直接将其弹出 避免了对发射装置和周围设备造成较大的破坏 所以现在普遍的认知是 冷发射较热发射更有优势 也是在发射中大型导弹时的首选了 好了 该说到我们自己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了 它采用的是哪种呢 我们虽然在这个领域里面 比美国和俄罗斯都要挤不得完 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 经过10年时间就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了 而且它既可以热发射 也可以冷发射 是个冷热兼容的发射系统 既可以热发射体型较小的中近层防空导弹 和小推力的反潜导弹 也可以冷发射大型的远程防空导弹 并且在两个技术上都是有突破的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讲一下 还记得一开始说的热发射 通常都是多个发射筒 共用一根烟道 并且还会让高温燃气 倾斜到出筒中的导弹身上吗 这很危险对吧 我们的第三代锤发 这直接改掉了这样的设计 不共用排烟道了 而是单个发射筒 自带单独的一个排烟系统 它是这样做的 每个发射筒分为内外两层 导弹放在内层圆筒当中 而在两层之间留上空隙 这个空隙就是用来排烟的 当高温燃气经过发射筒底部 导流追的作用后 会反向经由这个空隙向外排出 短时间之内包裹住 正在出发的导弹 这不依然还是把热量 倾斜到了导弹身上吗 换烫不换药吗 等等 这个空隙的形状并不是这样 而是这样的 它看起来像什么 像不像火箭的喷口 对的 工程师就是这样设计的 再把内外两层圆筒之间的空隙 做成跟火箭喷口一样先收缩 再扩张的造型之后 就能让原本压音速的燃气 变成超音速后喷出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燃气的总能量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但是动能提高 内能就必然会减小 而温度正是内能的体现 所以结果就是燃气的温度 降低了 测试显示 采用这样的结构 发射筒出气速的温度 至少可以降低30% 大大缓解了对导弹和舰体设施的影响了 这是热发射时的黑科技 冷发射时也有黑科技 刚才有一个冷发射的缺点 我故意没有讲 就是传统冷发射 所采用的活塞气缸式弹射装置了 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 导弹在发射筒内的实际受力形成 不到发射筒长的一半 当提弹量撞击到缓冲机后 便与导弹分离了 之后弹射装置对导弹变不起作用了 这也导致提拉活塞的长度无法轻易的省下来 否则就会因出速度不足影响导弹的正常发射 而增加燃气发生药 提高弹射力的方式 也会使导弹过载骤然增加 而影响发射安全 那怎么才能在保证体积与提升功率之间找到平衡呢 工程师们想到了一个妙招 把原本只有一级的活塞筒做成两级 先是让一级活塞筒拉着二级活塞筒 和其底部的活塞一起向上跑 等二级活塞筒顶到上面的缓冲器之后 其气缸的进气孔正好也跟进气管接上了 于是底部的活塞继续上升 直到把导弹完全推出发射筒 这段文字是比较让 但是多看几次动画演示 相信你能很明白我说的意思了 通过这样的结构设计 弹射缸的长度被减小为整个发射筒长度的三分之一左右 却并没有牺牲发射时的功率 于是又强又小 既能装也能长占到了世界领先的位置 还能说什么呢 咱们再接再厉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